立即要上角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,胃癌是一种消化的癌症,其实胃癌也有一些遗传倾向,胃癌患者的一级亲属,及父母和亲兄弟姐妹的胃癌的危险性,比一般人群平均高出三倍,著名的如拿破仑家族中。 拿破仑的祖父,父亲以及三个妹妹都因为癌去世,整个家族,包括他本人在内,共有情人患了胃癌,胃癌存在典型的遗传性,因此,家中有胃癌室的人,可以说是胃癌的高危人群,胃癌只有老人会的,胃癌早期有什么症状? 一,胃癌在早期多数患者会有恶心,呕吐的症状,胃癌的初次病变故味,一般在幽门豆腐,如果患者的癌种发生在幽门豆腐,容易造成幽门部分或完成梗塑,便会出现恶心,使后上腹部保障感及呕吐。 二,胃癌在早期患者时常会有复明原因的上腹部不适,一痛的症状,只要患有胃癌,患者最常见的症状,就是上腹部不适,隐痛,患者疼痛常捉摸不定,无明显规律,有时还反酸,慢胀,不用一般药物后可暂时缓解,使得医生和病人都一顾是做进一步的检查。 三,胃癌在早期还有一常见症状,就是患者一消瘦,发力,这种症状是由于患了癌后外内消化液分泌减少,为的蠕动功能失调,夹剧进食后,上腹部不适疼痛,因而进食减少,纳超,其重也随之下降,导致发力消瘦。 四,胃癌在早期患者会有消化道出血,常见的有问题,黑病极道并且血氧性。 在胃癌早期即可存在少量出血的争相,有血者占7%到15%,黑病极为23%到45%,而大病前血阳性率较高,未起来阳性率占87.6%,分门癌占64.4%,若大病前血支持阳性者。 对胃癌诊断有一定帮助,预防胃癌有哪些小窍蛮,一,晚上喝杯啤酒,可以保护外免受幽门螺蛹感军的清汗,以防止胃肺痒甚至胃癌,但不能过量。 否则不但起不到预防胃癌的作用,还会增加患口腔癌,喉癌,食道癌,肝癌和乳腺癌的风险。 二,喝些柠檬或酸成汽水,最后大病啊研究原则,常吃柑橘类的制品,可能将口腔癌,喉癌和胃癌的发病率减半。 三,常吃猕猴桃,猕猴桃是一种小型手榴弹大小的抗癌,抗氧化水果,富含维生素C,维生素E,面黄素。 四,每周吃个哈密瓜,将哈密瓜切开,并储存在容器中放好,每天早上起来吃几块,哈密瓜富含了胡萝卜素,能大大降低败再来的风险。 五,多吃菜花,菜花是一种超级抗癌食品,多多益善,应该争着吃,或像快菜那样生吃。 六,有机会就喝杯水,新英格兰奇学杂志中一项研究表明,成年男子每天喝六杯每杯240克,水,坏糖瓜癌的机率会减半,另一项研究则将妇女的饮水量与节肠癌联系了起来。 妇女都喝水,可以降低45%患节肠癌的风险。 七,穿不需要干洗的衣服,许多干洗病仍然在使用一种叫做全氯乙烯的化学品,这种化学品会对肾功能或肝脏功能造成耸耗甚至癌变,如果必须干洗。 请在穿前将它们从塑料袋里,拿出来在宽敞的地方扇衣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